养龟的风水问题 东龟先生 恩是属狗的 能养龟吗 好你个呆子 你明明属猪的 怎么又成狗了 别理那呆子 快看看俺老孙养龟重不重 东龟先生 乌龟是要呆还是要耍术后 今年运气不好 乌龟刚摆放在哪个方向能改运 养16个的乌龟能养我发财吗 要哪种乌龟能忘彩 哪种乌龟能怎才包平啊 关于以上种种养龟中的风水问题 大家是不是经常能在网上看到 这类问题呢 也偶有粉丝朋友问到 但是对于所谓的风水问题 东龟先生真的是没法回答 因为这东西很玄 基本属于信则有不信则无 但是单纯从风水来看 确实是存在的 因为风水的本质是环境 举个例子 住房为何讲究南北通透 因为坐北朝南和坐南朝北的房子相比 在采光和光照 温度 湿度等方面 确实会让人感觉更舒适 再比如古人建房 无论阴阳 均讲究后有靠 其实也很好理解 房子后面靠着山 居高临下 视野更开阔 如果相反 面山 开门就是高山 难免就有压抑感 当然 家里的内部环境也是如此 有些环境我们只要看一眼 就觉得心情舒畅 而有些相反 看了就烦 这其实就是风水 是环境问题 环境好 就是风水好 但是这个东西 我们没必要把它无限把高 动辄就扯到运气 财气等方面 大家可以这样想 如果养某种龟 或具有某种特征的龟 就能让你发财 那这世界上还会有穷人吗 如果将龟缸摆放在某个位置 就能镇宅 去灾 消病 那这世界还需要医院吗 还不明白 那东龟先生就再说明白一点 如果某个龟真相宣传的那么好 那么神 能让你发财 能给你消灾 那卖你的那人 为何不自己留着 要卖给你 有那些功能的龟 那是宝物 把它留作传家宝 不为过吧 人生在世 草木一生 每个人也就那么几十年 百年出头 没必要有那么多讲究 尤其是穷讲究 古代的皇帝 够尊贵 够显赫吧 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 风水够讲究吧 也不过就是几十年 甚至二三十年的生命 风水真要那么神 那我们现在还活在秦暗室了 所以对于养龟来说 真没必要考虑那么多 只要养龟能让你心情舒畅 能给你解压 想养你就养 想养几只就养几只 没那么多讲究 生活中遇到什么不顺的问题 应该寻求正经途径解决 例如学业不顺 多找找学习方法的问题 身体不适 及时去医院检查 钱财紧张 多开源节流 不能把什么事情 都寄希望于养龟上 它就是一动物 而且智商堪忧 没那么神 养个龟就发财了 就无病无灾了 哪有那么夸张的事 不过如果非要说养龟风水 情况是好风水 一 养龟数量不宜多 三无之或以内为宜 一旦乌龟数量上十之以上 必然要牵扯更多时间和精力 容易使人类 且花钱更多 自然风水不好 二 龟钢数量不宜过多 以免影响居住环境 这和第一点是相辅相成的 养龟数量多了 龟钢就多 或者龟钢变大 这样家里水汽就多 容易潮湿没变 自生有害细菌微生物 不利于居住 三 龟钢环境和摆放位置 不能有爱观瞻 一缸粪水 造成家里苍蝇蚊子乱飞 就算你说能把乌龟养得再好 这种方法都不宜进家门 风水不好 龟钢环境即便做不到优美如画 也要保证水质干净清澈无意味 龟钢摆放位置 虽然不必在意 到底是东西南北哪一方向 只要适合养龟都能放 但是最好不要破坏家里整体环境 不能对家人的生活造成不利影响 否则就不是好风水 四 不要有人凭龟龟的思想 人的身份高低贵贱 取决于人本身属性 不是说你养了一只龟的龟 从此就高贵了 这实际上反而是人本身卑微的表现 东龟先生很难想象 有些人养龟还能养出优越感来了 到底是生活中什么样的人 需要靠在网上下背龟 来提高自己的身价 养龟不必有攀比心理 就是个自己消遣的个人爱好而已 和其他人没什么关系 也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 我养我的龟 关你鸟事 一旦有了攀比心理 养龟自己会破财 心累 因为只有更贵 没有最贵 你的龟攀比无尽头 最重要的是 更容易被某些人收割而不自知 请记住东龟先生下面说的话 我们养龟是养自己喜欢的龟 而不是养别人看好 别人喜欢的龟 我们养龟是为了愉悦自己 而不是找虐的 我们养龟是为了瞒 而不是被龟牵着鼻子 被龟完 不攀比 不盲目跟风 不多养 龟刚环境和摆放不由爱观瞻 不因养龟妨碍我们学习 工作和生活 养龟不能成为累赘 如此便是养龟好风水 东龟先生制作